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面有很多坏 又回来了 BB 妈妈 你还笑 还有什么招啊 战斗模式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很久以前 有一位小公主 在一座很漂亮的大城堡里面 遇到她的爆马王子 是 起床啊 爹地、妈咪 我在这里 战斗模又出动了 战斗 不知道呀 不知道啊 母母 走啊 啊 啊 天后 王费 站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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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儿这个名字好让人心里舒服啊 其实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是感觉是挺有趣 我自己在香港也是会看到一些综艺节目 也是对思琳是挺有印象的 在我心目中她是个非常可爱非常聪明的一个小女生 杨天花安宜刚才跟我跳过舞 我觉得杨天花安宜跳得比我还好 也好我的小鼓掌了 最大的挑战就是是我自己第一次接这样的故事 其实它有一点童话 但是也不离开现实 最重要是挺有意义的地方 就是它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个故事 去给一些讯识给小朋友 关于做人的那些事情 比较正面的 比较简单的 也是希望大家看完 会很开心 很快乐 我这位叔叔也比我演得好 对啊 你听到吗 来 看后面 看见面 看见面 看见我 看 那你为什么也看呢 我觉得他太累了 这好像Angel拿了 他就是要王岛啊 你想不在了 他就很听话 爸爸妈妈在了 就会 会撒娇吧 其实小朋友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排戏排了很久 我们就用一些比较游戏 或者是看他们状态 我们配合他们演出 又引导他们某一些表演是我们需要的 因为我们三台机器同步拍摄了 总之最好是第一条就过 我们可以马上赞美他们 不然我们要调整他是很久 那个卡永远卡在哪里 所以这个排戏跟等待那段时间 等待反而对他们更严格一点 排戏呢就跟他们玩得开心 我肯定是很久 我肯定地是一起的 是我肯定是我们的 我肯定是 Republic北下 我肯定是第一条 好吗 我肯定是一条 你肯定是在那边